今天我们来到了南九州市 南九州市位于路尔岛市的南部 大约45分钟车程 看看我身旁怀旧雅致的街景 气质工整的石墙 您是不是会有一种历史穿越的错觉呢 这里被称作五家巫富 始建于260年前 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充满浓郁历史气息的古镇 体验一下匠心传承的传统手工艺品制作 南九州市被誉为日本的产茶圣地 出产量位居日本第二位 温暖的气候 理想的日照条件 肥沃的土壤 使得这里成为得天独厚的茶叶产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南九州市这个叫川边的地方 体验制作一下日本传统工艺之一的日本佛坛 南九州市的川边自古以来就以制作佛坛而闻名 其精湛的手工技艺也传承至今 佛坛的制作分为七道繁琐的工艺 七道工序又分别由七位工匠独立完成 配件 工序 组装都独具匠心 川边佛坛工艺会馆 在这里的二楼可以亲身体验 运用在佛坛制作中的工匠技术 我已经很迫不及待地想体验一下 日本的这个传统手工艺了 首先 您可以做什么呢 对 仏坛制作是七个工程 而我们用在金具的技术 以今季节的风铃 作为一般的风铃 原来我们下面要制作的是 日本印井物之一的风铃 制作风铃就是在切割好的合金板上 敲打纹样 根据敲打的强弱以及文样的不同 风铃的音色会随之变化 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啊 或者是今天的日期 包括您亲戚朋友的这个生日 都刻在这个风铃的板面上 今天的日期 2017年7月13日 之后把合金板三面对折 坠上事迁 这个世界专属于您的特制风铃就诞生了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的手作风铃呢 已经做好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 风铃可能很多都是玻璃制成的 但是呢 在穿边呢 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了 用这种合金板做成的风铃 那想一下 如果是在炎热的夏天 在屋檐或者是在走廊上 有一盏风铃 随风摆动 奏出完美的音乐 您会不会觉得 这个夏天也凉快了很多呢 さっき初めて体験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叩くのって難しくて だけどやはり簡単にできましたので 上手にできたです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手元に気をつければ 子供さんでも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よ 続いては何を体験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 はい 仏壇の薪絵の技術を使いまして 薪絵体験です 在事先准备好的台座上 把金狗研磨 裁切的贝壳薄片 作为镶嵌文士 嵌添于漆器的台座上 螺点这项技術 也广泛地使用在佛坛制作上 カイカラがキラキラして本当に綺麗ですね 上手に綺麗にできました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カーナビ仏壇工芸会館では 長年使ってきたカーナビ仏壇の製作技術を使いましてですね いろんな技術がここに詰まっております ぜひ見学にお越しください 在川边佛坛工芸会館的一楼 可以定制購買 利用佛坛技術 創新制作的手式 以及箱包 日本传统工芸之一的佛坛 不仅外观精美 在制作方面更是技衣精湛 一点一线 别具匠心 如果你也被这璀璨的传统技術 和执着的匠人精神 所深深的吸引 不妨亲自来这边 探寻一下这边的魅力 感谢观看